再我們看第16題 有關電力線的敘述核者證據 A 帶靜電的金屬球 其內部一定沒有電力線 他說靜電嘛 靜電就是孤立導體 當它平衡的時候 裡面的話 它一定沒有電廠 沒有電廠就沒有電力線 所以A是對的 再看看B 正電核在電廠中的運動方向 一定沿電力線的切線方向 運動方向 這錯啦 電力線的方向 正電核 它的電廠中運動方向 它的電力線方向 是這個直點 正電核的 它的加速度方向 不是運動方向 運動方向是速度方向 加速方向跟速度方向 不一定會一樣 所以B是錯的 電力線的方向不會是 直點運動方向 再看C 均勻電廠中的電力線 必為直線 且密度均勻 這個對啦 為什麼 它均勻電廠的話 電廠均勻的話 代表它電力線密度是固定的 而且它的方向也是固定的 所謂均勻電廠 意思就是說 這個向量是固定的 代表它電廠的方向是固定的 而且密度也是固定的 所以的話 它的這個 電力線 必為直線 而且密度是均勻 電力線密度代表電廠的大小 方向代表電廠方向 所以C這個選項是對的 這樣看1 而C再來1 由帶電體 在空間中建立了電廠 其電力線可為封閉區 這是錯的 帶電體代表它有帶電 如果是正電能的話 電力線由正電能發出 指於什麼呢 互電能 如果沒有互電能 它就跑到無窮的地方去了 所以它不是封閉區線 所以D這個選項是錯的 障礙1 電力線必垂直移 那個孤立帶電導鐵的表面 這個對 就是說 這是孤立的 而且它是有帶電的話 電能會排到表面上 而且使得裡面的電廠等於0 那電廠等於0的話 那 因為這是等電位的 在導體表面等電位 所以代表在線線方向沒有電廠 對比我們單屁序 只能施尼 錘子移 錘子移 錘子去顔表面的方向才有電廠 電力線的話就會錘子 所以這個是對的,所以E是對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A,C跟E